蝶王王冠宏二度征仗奧運挑戰蝶是200公尺 現於預賽第八名晉級十六強 準決賽第一組出場前100公尺佔據第七名 後100公尺加速最後抵達終點 以1分55秒07排名分組第五 不過第二組登場的選手成績大多落在1分55秒之內 王冠宏以總排名第十一無緣晉級決賽 今年我覺得是非常濃避 然後我覺得自己目前的發揮還算可以 然後是希望記取這次的經驗 然後希望下次可以更快 雖然覺得可惜 但他不氣餒下次再戰五環殿堂 教練也給予鼓勵冠宏準決賽的成績 已經游出本屆亞洲第一 賽後加碼爆料 王冠宏在游第三趟的時候 因為觀察左右選手的嗆水多少影響表現 在競爭的時候那個浪勢有點大 然後他有點嗆到水 今天也在亞洲站排名排了第一 可以安慰他的一些話 因為射擊橡木台湾好手楊昆壁 挑戰不定向飛把 中分121分以1分之差 贏恨出局無法晉級決賽 射擊要拿牌真的是不容易 那每個人都有把握 可是每個人都沒有的篤定 網球女霜詹家姐妹 首輪就碰上去年冬奧金牌女霜 這場硬仗真的不好打 第一盤打得很激烈 詹家姐妹還一度領先 但仍以4比6輸掉 第二盤0比6落敗 姐姐詹友然國家隊最後一億可惜 沒能晉級 10個月沒有比賽 然後從不確定能不能再回到賽場上 到今天能夠打完比賽 然後甚至於可以給對方一些壓力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 我已經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了 台灣對國手們站上奧運 殿堂麗品最佳成績 幾款輸了 我們不氣餒 4年後再戰洛杉磯奧運 接著曾家軒 許啟中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謝謝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勧奮運